大家好,我是Crazy China Woman 欢迎你来到我的有机菜园 上集我分享了佛手瓜快速吹芽 如何做鸡肥 还有盆栽佛手瓜 如果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样多结瓜 合适的温度和阳光 充足的水分和肥沃的土壤 这期我将分享盆栽佛手瓜的水肥管理 还有留哪些枝条和如何剪枝 因为这往上爬,对不对 下面这叶子当务事还抢营养 好了,我顺便就把你给修理了 这是佛手瓜的花 现在已经进入了开花 结果的阶段了 小果实是这样的 这时候我们开始要追加点肥料 如果你在鸡肥没有打足的情况下 现在赶快追肥 追什么肥呢 我加这么一杯的鱼肥 然后用大约是一米十 去兑这个肥水 鱼肥的制作方法 在我的视频下的播放列表里 第16号2021年的视频里 佛手瓜的繁殖力和攀缘力都比较强 生长迅速 每一个叶叶处可萌发一个彻芽 下边的老叶要基实地剪下去 就是老叶 黄叶就下边的剪掉 佛手瓜根部的撤枝分生特别快 特别容易形成重生状 影响静慢延长和上架 所以在上慢之前 我们把下面的彻芽 还有杂乱无章的这些 没有用的枝条全部剪掉 一定会抢营芽的 你看这种枝就没有用 它不会结果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枝 它不停在涨 像这个枝也没有用 你看很细的很瘦弱的枝 留在这会抢多你的养分吗 就从这把它剪掉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枝 这条我们也不留 反正下边的一般的弱枝 你都给它剪掉 其实越早越好 像这下边这个 就经常查看 就把这个剪掉 你看 这种不结果的枝 越早越好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剪掉 把这剪完的叶子 拿出来 否则的话它容易招虫子 早点打 因为大盆里是有限的空间 你不像种在地里 一爬可以爬一面墙 这个因为你总浇水 有的时候这个根就不太 不太够深的话 你要补一些营养土 比如说原土 或者是有机堆肥 因为咱们是在有限的大盆里去种 这个佛手瓜 所以一定要保证它的营养充足 否则的话就长不好 怎么样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种出无限的佛手瓜 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经过修剪以后 我只保留了四条非常粗壮的枝条 往上攀岩 进入了结果期以后 我们要经常做好肥水的管理 因为它的吸水量很大 我一般是每周给一次肥水 有机肥水 佛手瓜的紫曼和孙曼 结瓜比较早 所以我一般就是留三到四个紫曼 上架以后 我基本就不再打测枝了 但是过密的叶子 还有它的方向 我会根据情况来调整 让它的布局更加均匀 通风透光 这样更有利于蜜蜂和昆虫来兽粉 看一下好多的蜜蜂都飞来了 所以今年的佛手瓜一定高产 两只 今天是大晴天 今年一定是佛手瓜年 我种佛手瓜呀 主要是为了欣赏 我想把它做成风景来 就这个遮阴 好美啊 这块是这样的 而且我是种这盆里的 还长得这么好 有关佛手瓜的肥水管理 还有流汁的技巧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好展吧 好好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